这个房子不能带住人了 已经三万亲切 这不完全不完全 一会儿好说 一会儿好说 走啊 三只房子都保不住 我不去 别急 别急 欢迎来到由齐家网 独家冠名的北京卫视 暖暖的新家 第三季好久不见 我们来了 开季第一篇 我们就找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能想象吗 如果家里有一棵这样的树 这棵树身处塌儿胡同时候 位于著名的旅游文化区 大石烂地区 他陪伴老段一家 足有半个世纪 听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能咱们吃饭吃吗 去 老段一家三口 挤在这间 有着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 房子一共19平米 由一间11平米的里屋 和一间8平米的外屋组成 这棵住在家里的树 是一棵50岁的银杏树 立在房子正中间 穿过房顶直冲云霄 足有15米高 当时这棵树就这么做 是我亲手在那边 爹妈说呀 让我好好照顾它 它就是你 你就让它 三十多年前 老段家盖房子的时候 把这棵树围了起来 从此以后 树伴随着老段成家 生孩子 又陪伴着老段的孩子长大 俨然已经成为了 这个家的一个家庭成员 夏天特别特别漂亮 就绿得特别美 然后到秋天的时候 金黄色的 当我老了 有一天走不动的时候 我也希望这棵树 能够一直陪伴着我 走到最后 银杏树默默陪伴了 老段一家所有的悲欢幸福 如今岁月老去 它也渐渐成了一家人的负担 马上到最后 这棵树留给母女俩的 除了导电事故的恐怖回忆外 还有一个头疼的问题 小到终于 我妈就大盆小盆 就开始摆起来了 因为哪都摟 哎呀 它这里下的 因为房顶和树干之间存在缝隙 一到下雨天 屋里就成了水帘洞 雨水顺着树干往下流 蒋英不得不将大盆小盆打一顶 银杏树究竟是走是流 暖暖的新家节目组决定 对这个老树之家 进行一次专业鉴定 一个玻璃墙的之格 并没有两家人独立的私密空间 如果这个环境再不去做改善的话 它跟他父母关系会一直恶化下去 这棵树上它其实存在有霉斑 还有一些明显的腐烂的痕迹 说明这棵树呢 它已经有真菌和细菌的感染了 很多的病菌跟治癌的物质 都存在在了卫生间这个区域里 就更加的加剧了它的治病病患 这棵树五十多岁 树高有十五米 它的树皮受了大量的损伤 树皮是主要运输食物的有机营养的 如果没有营养供应 它就会慢慢慢慢衰老 现在我们用红丸显标准仪 打到这个墙上 我们可以看出来 现在这个外墙墙皮已经向外倾斜 这个房子不能带住人了 可能随时会有倒塌的风险 现在鉴定报告已经正式生效 让我们把它交给本期的设计师 设计 有棵树属于微防挑战不可能 住在家里的树 你们找了一些什么房子 本节目由齐家网独家冠名播出 齐家互联网装修新方式 根据节目规则 每个街道鉴定报告的设计师 要和委托家庭同吃同住24小时 切身了解和体验他们的生活不便 突然感到很浓di 不会不含 这个特别特别出来 有点像那个春默庄里边的温泰囤 照我做了 你看看机能了 人家是专业的 交给他对上 这么年轻能百年就好了吗 这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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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吧 我这个 外屋不仅是女儿文文的卧室 还是厨房和厕所 老段自小患有小儿麻痹症 要想站起来必须扶着东西 而且不能长时间站立和行走 大部分时间就只能坐着 由于肌肉捕缩 她的右腿只有左腿的三分之一粗细 这走路您记得没有肌肉 是不是腿部方向走 应该这么说吧 进门可以看到树 进门的右手边是一个冰箱 那么树和冰箱之间 也就大概有60公分宽的迷你条通道 两个人就挤在那儿 然后我往后退了一步 还踩到阿姨的脚 这是爱人的她这个迷你 现在只能说起来 这也推不了 因为都是坎儿 我碰树我能过去 但是基本上是我怕擦着冰箱 不行挤住了 不够吧 与树屋一墙之隔的 是老段和江英的房间 面积11平米 除了一张双人床 一个大衣柜和一个小沙发 几乎放不下其他东西了 设计师王熙元发现 在床头的栏杆上 各挂着一顶帽子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上面掉这土 我这帽子 我有时候晚上躺着我就这样 你吃菜吗 小不好意思 让你吃 谢谢 我就是为了价值点 这可能心理作用吧 来来来吃饭 你坐哪儿 我坐里边 你坐里边 咱们过去 那你请 我这边对对对 你看看 还帮你绕啊 我这边来 不好这个啊 慢点啊 还行 挺好挺顺利 我坐的这个位置是 他们家这个餐桌啊 和他们家洗手泡中间 这么一小空隙 所以你可想的是 当时吃饭是一种什么感受 水盘搁着腰 然后我人的胸口贴着餐桌 这当时就拉筒 正当设计师王熙元 和老段一家故小晚餐时 意外发生了 昨天 jealous 原来 原来就在江英把碗 避给设计师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树 碗吊地上摔碎了 老段家里只有一个小的逛喜池 无论是刷碗还是洗衣服 姜姨都要在地上摆各种盆 坐在马杂上弯着腰席 当时三种声音交织在一起 我当时感觉这种 这种情绪爆发可能是必然的 就是两个人不吵架 光这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 就感觉到有一种火药味在里面 对于设计师王熙元来说 最尴尬的可能就是晚上洗澡了 因为洗澡的地方和女儿文文的床 只有一连之隔 我们也感觉到不一样的 我给你呢 我们想到我们的家里 在这里是否会有什么 那么多人 这种情绪 为我们的脱缘 然后我们能在一起 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可以做好的 我们可以做的 这种情绪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可以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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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几十年经验的这个记忆的见证 来 放在这上边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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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吧 走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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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歇会儿 去歇会儿 很能干 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就说 因为我们这附近的街坊 邻居老邻居老街坊 都说我群里好心的 这是我结婚 这是我娘家 我妈坐的一面啊 我嫁到这儿来 怕那什么 这不是坐的一个后面啊 总有了孩子以后 我就知道了 说实话 爸爸妈妈不容易 然而 就在老段准备弯腰搬起一箱重物时 意外发生了 他一只手扶着树 另一只手拄着桌子 开始大口喘着气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吧 有点喘 这点累什么 这里是由齐家网独家冠名的 北京卫视暖暖的新家第三季 今天对于我们家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对不对 对 我们今天要干什么 交钥匙 来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齐管家 叔阿姨 你好 你好 齐家的施工ERP系统会管理您的施工工期 到点呢 它会提醒我到公里进行检查 钥匙交给我 您放心吧 而且与此同时啊 其实我知道我们这次齐家呢 也有个升级改造 除了我们的ERP之外 整个装修的所有的装修的金额 都会放到我们齐家钱包里 直到我们的齐管家说 可以入住了 这个钱才会放款 那现在我就把它交给我们的小合理了 好吗 好 阿姨 您代表 交给我们齐家 好 好不好 阿姨 你放心吧 放心 我们自己再放心 这样 对吧 好 好 没错 回事 我们想起来 都好 我 看 我 都好 我 我 我 最后 这都行 我 如果再用点劲的话 估计能改成如期抛 抛漏了 李博士用钻孔工具 对老树进行取样 钻孔工具的凹槽中 呈现出这棵树内部断层面的构造 没有看到这个树木已经是中心 已经腐烂空心 这个没有 这个完全可以从我们取样的结果上面 可以看出来的 样本的断层面并没有出现腐烂的迹象 设计师王熙元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底 然而新的问题却再次出现 这个树树龄是50年 所谓树大根深 这个树在根部的情况 它的展开的场合和深度 对我们的地面技术有没有影响 这都是很难说的 这棵高15米50年树林的老树 无人知晓它的树根究竟有多大 有多深 茂盛的树根会不会已经把整个小屋吃掉了 石工难度将更上一层楼 这让设计师王熙元尤为担心 看看底下 什么树根 但是就在工人不断往下挖的时候 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这棵树的树根 原来老段家所在的杂院过去是个下挖院 院子和路面有着1米5的落差 经过回田之后 树干有1米5被埋在了地下 这就是为什么工人总挖不到树根的原因 而这1米5的地下空间 对于设计师王熙元来说 无疑是一个惊喜 随着地面被越挖越深 老树的地下部分慢慢暴露出来 土不实 而且它的 而且它这个地方是杀性土壤 你看这一块的支持力 是相对来说上下是不一样的 但是当植物博士看到地下部分的树干时 表情再次凝重起来 从今天的这个现场来看 这棵树呢 一定要砍掉 砍掉了 根部的这个腐烂程度啊 比这个进步要严重得多 这个支持能力越来越弱 终于有一天支撑力不够的时候 它突然静地就倒塌 有时候这棵树有可能不经过倾斜 会直接断掉 对对对 由于院落的回田 树的地上部分虽然在继续生长 但是地下部分 禁锢在泥土中 几乎停止了生长 最终导致下端树干 能保持着回田院落时的那般纤细 如此头重脚轻 这棵树随时可能断裂 房屋也跟着崩塌 麻烦了 那我的方案全都白做了 我现在所有的方案都是围绕这棵树做 全都不成立的 因为这棵树很可能随时倒塌 设计师联系了园林单位进行排挥 砍除这棵老树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盘树之时 老树突然出现 别往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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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下留情啊 别往前来了 这不敢去 这是事故的 你别往前来了 这不敢去 不能去 你走吧 我不是东西 我不是朋友 我的天哪 如果能去 我替我 我寻找理人 其实你不来 因为我 我 踩 如果 我 我 这是这个生气能解决的事啊 首先这棵树 你妈没舍不得我也舍得 从小那么大 养了几十年半个世纪了 这棵树呢 我们那天啊带植物学家来过来看了 这个根部啊 就是咱们地面一下的根部 就只有这么细 上面树干这么粗 树根底下腐烂的已经非常严重了 如果说留着这么一棵子树 这么细的一根 将来这棵树如果刮大风啊 或者遇到了什么情况 这树突然倒了 瞬间倒塌 咱们这房子都保不住 灵溃 这棵树 似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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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早上女儿告诉了父母一个消息 这同时也意味着女儿要再次离开她至少五年的时间 这五年时间万一我有什么事打电话都来不及 我想过这问题我就盼着孩子找个类像 真的做父母的就是这么想 我觉得这事混血 太多同学之间有好多都已经结婚出身上了 那你就把我的后半生都给我安排了呗 你们知道我付出多少才拿到这个吗 我的价值就在结婚生孩子是吗 你看这太多怎么交流啊 没法交流就交流了 女儿即将出国 老父亲住院 一家人还能共同迎来暖暖的新家吗 收房的日子快到了 设计师王熙元挂念着生病的老段 想着砍树时老段不舍的眼泪 或许老树是这家人生活在一起的精神象征 有什么办法能让老树在老段一家神奇复活呢 王熙元想到了 谢谢大家 这一天 老段病情好转 回到了家里 你爸给你写了一封信 你看看 自大上初中以来 你就开始住校 想你 关心你 也没办法 我们也从心里感觉 对不住你 前不久 是爸爸 没能更好地理解你 是爸爸的错 你去美国的时候 我跟你妈 已经商量好了 无论你去哪 只要你能照顾好自己 我俩都会支持你 爸妈不会 做你的本小事 放心在追求你自己的梦想 怎么回事 怎么了 怎么了 孩子 我过去了 别急呀 别急呀 孩子 别急呀 行了 你爸也理解 理解你 昨天我们俩传了半天了 先照 我们俩接这份地方 没有 我们也多你的爸 知道你自己 照顾好自己就好了 不哭了 那么大姑娘 不哭 对 他也别abe 好 他也是 来 让我们欢迎叔叔阿姨 文文 欢迎回家 今天好漂亮 阿姨 叔叔好 文文好 欢迎回来 我看着文文就开始盯着我们旗管家了 因为知道这钥匙在我们旗管家这儿 来 又请我们旗管家 我们现在能住了吗 能 没问题了 现在 阿姨 您好 您好 您家的装修严格按照旗家施工调整进行施工 现已装修完毕 验收合格 欢迎您回家 哇 好棒 好棒 真是的 好激动啊 哎呀 都不知道是哪儿了 着急了啊 我们马上回家 回家 好的 走 你是念念的看着他 哇塞 段佛 这是咱家吗 是啊 是咱家 啊 是咱家吗 哎呦 我看着都觉得感动啊 我看着都觉得感动啊 哦 再见 真的假的 你刚才一直在不断 我看着咱家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改成,你看看,这衣帽勾了,你看看 这改成衣帽勾了,你看看 你看这个 入门处被装饰上设计师亲手制作的衣帽架 材料则取自老段家那棵已经老去的银杏树 古朴的材质看上去又像是一幅艺术画 你看这是发财术 你看看 你看这孩子小的时候的照片 你看看 为了留住老段全家对老树的记忆 设计师王熙元特别种下了一棵新树 家人的照片围绕在新树旁 每一张都笑得那么灿烂 面向到设计师 这么有心 我妈 我妈照片是为了傻 傻了咱俩 这是傻了 这是生计师 这设计师太神了 原先淋浴间的位置 如今变成了可容纳一家三口同时就餐的花园餐厅 餐厅的上方悬挂着设计师王熙元 利用废族水管打造的一组花槽 而餐厅的另一侧便是宽敞明亮的开放式厨房 原先在只有一个电磁炉和杂物架的简易厨房里做饭 一炒菜满屋子油盐 炒好的菜没地儿割 就只能临时放在冰箱上 因为紧挨着树 盛饭丹菜一不小心就碰碎了碗 如今抽油烟机造具 橱柜一应俱全 太美大了 把上面的空间都利用了 但此时江英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 那洗菜呢 洗菜啊 他没有池子呀 就是 洗菜池子在哪 那总得有 一共就这点 给那边那你找吧 我看这边 有没有什么机关之类的 没有啊 这边都是 这是椅子 这是桌子 这边都是抽屉 他肯定是不是把这个事忽视了呀 不可能 设计师王熙元究竟把洗菜池藏到了哪里呢 你摸摸这都是真的 原先一进屋的右手边的冰箱和书柜 现在变成了一整面令人赏心悦目的绿植墙 有将近一百多种植物 觉得很难打理吗 完全不会 设计师设计了具有节水功能的自动灌溉系统 将电机隐藏在吊顶里 每48小时就会自动灌溉 设计师利用下挖院的优势 向地下挖60公分 一方面为了重新做混凝土基础 解决平房潮湿问题 另一方面解决层高问题 将屋里空间划分成上下两层 一层包含了客厅父母房和主位 入门处和一层客厅之间有一个三层阶梯 难道这就是设计师之前承诺的 史无前例的楼梯吗 可是看上去和普通的楼梯并没有什么区别 这简直想不到 是真正的不错 哎呦喂 卧室啊 哇塞这还有 这还有这卧室啊 哎呦喂 帅吧 这是卧室 那你看人家既是墙又是贵子 你看见没有 你看吧 那边珠粉的粒 嗯 这看没有 这下天的你背后路子没地儿 他都给你考虑到了 设计师王熙元利用寸土寸金的空间 巧妙地利用沙发旁 父母房床下的空间进行储物收纳 就像这个地方 伤好 各位 我上班 就不在乌 我上班 是 他不在乌 我上班 他叫这个地方 没辑 我上班 送到了 应该 我们上班 这边 那这边 我上班 您 您 加油 这是别墅了 连接一层和二层的楼梯 位于房屋的最西侧 二层区域被分为书房 起居室和刺猬三个功能区 而二层卫生间正好设置在二层入口处 为了解决老段夫妻俩 因为互相干扰引发的矛盾 设计师在二层增设了一个起居室 在原先的老房子里 女儿文文并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更别提看书学习的地方了 如今二层起居室的旁边 设计师在仅有的空间里竟还打造出了一个书房 但是令全家人感到困惑的是 闻闻闻的床在哪里 这种感觉不错呀 怎么样 开始变魔术 建制机构文系的时候 此时隐藏在新家里的神奇之处将被真正揭开 那么这些东西主要采用的是以绝对植物为主 包括看那个凤玉植 这个绝对植物其实对这个肺部是最有改善的 在这个超级室内花园里 种植的每一种绿色植物 都是设计师王熙元用心考虑过的 因为得知老段前几日由于肺病入院 所以专门挑选了有利于呼吸系统健康的绿植 这棵新树叫幸福树 最重要的一点它不会再长高 它最高的高度不会超过疗密 所以不会对咱们将来的房屋结构产生破坏 原来这棵树的名字叫幸福树 预示着老段一家三口在新家里幸福团圆 这次呢我们希望把这个新树赋予了新的生命以后 用这种照片围绕这种方式 我希望能够表达一种团圆的一种甘酸的绿植物 啊文文你想说好可爱 五岁的时候 为了增加幸福树的阳光照射 设计师王熙元将上方的房顶打通 直通户外 我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天窗啊 基本上现在我们这个天窗采光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这一部分区域 以及客厅这一部分区域 基本都靠天窗来采光 我们现在每一组天窗上面都考虑了 自动的遮阳卷间装置 给你演示一下 原先的老房子只有一扇窗户 而且窗外就是墙 阳光很难照射进来 如今设计师王熙元增设了 五个天窗 每个房间都阳光充足 不仅如此 每一扇窗的位置也是精心考量 从每个角度看上去 都是一幅画 我这个要做饭 都得洗菜呀 接水呀 这个桌子其实是活动 平时是餐桌 做饭的时候 这地方不做什么 我们肯定咱们把它推开 哇 哇 这个还是折叠的 哇 洗菜 切菜 炒菜 哇 一切合成 推开餐桌 隐藏在下面的案板 和洗菜池暴露出来 这样的设计 极大的节省了空间 这样的话 我们这轮椅 基本上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测量过轮椅的宽度 之前尝试过 讲到轮椅从这通行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史无前例的楼梯 终于亮出了真身 原来是电动的 被智能系统分为三种模式 平时是普通的阶梯模式 当老段要下楼时 启动上屏模式 楼梯就会上升成水平状态 接着启动下屏模式 楼梯就会水平下降 这样即使是轮椅 也能实现无障碍通行 考虑到家里 大部分体力活 都是江英一个人承担 设计师王熙元 为了尽可能减轻他的负担 在楼梯左侧 隐藏了一个暖心的机关 我们这地方有两宿门 注意到了吗 这个门打开以后 装出煤气罐 我们整个这个侧办 也就是说把这个抽屉抽出来以后 这样的话直接就可以 把这个车推出去换煤气罐 打开楼梯左侧的小门 里面有一个装有煤气罐的小推车 将电动楼梯启动上屏模式 煤气罐就能很轻松地推出来 便于更换 注意到咱们现在主卧 你们二位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卧室 它是一个垫高的一个床榻 那么在床榻下面 我们现在看看这地方是 还应该可以 床榻下面除了储物 竟然还有神秘装置 设计师利用父母房和客厅之间的高叉 将茶几隐藏其中 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抽拉出来 这个房间除了书房的功能以外 也是你的卧室 然而女儿闻闻的床在哪里 起居室和书房怎么看 都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容纳一张床了 设计师又隐藏了什么玄机呢 正好 正好 这是我的床 这是我的床 试一下 我可以试 看着长度够不够 那肯定点 好像试试 绝对够了 绝对够 对 矮的地方就蛮放脚的可以了 这样平时你如果习惯 躺在床上看书的话 你才能也可以用 天哪 天哪 太周到的考虑 博博 设计师王熙元把书房的椅子和床 做成一体的 并巧妙地利用了隔壁的沙发 将床藏在沙发下面 睡觉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拉出来 文文的书房摇身一变成了卧室 吃啥 吃啥 啥蝦 吃啥 多吃点 那金家金味道 真是什么 我想 他听他的音乐 看我电视 哎呀 真好 好像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吃啥 感谢观看